二、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 香港分析師定價、內資企業股值中位數十五倍 2015年7月20日A股股值全球定位十四談查單核心提示 A股市場投機氣氛較重廣比較病 這除了與個人投資者佔比較大有關之外 與歷史上上市公司對分紅並不重視也有關 在港股市場 雖然無硬性要求 但企業分紅主動性更高 近二十年來企業累計分紅總額高於市場融資總額 本部記者談查單深圳報導港股市盈率是有外資投行定價 比較合理 不像內地炒作 港股機構投資者看重市盈率、派息率、市盈率合理 以及派息率較高的情況下 機構投資者才會投資 他們不炒預期 只炒白馬股 這是一名普通投資者佬將對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達的觀點 對他來說 A股的投機氛圍和許高股價 超出了他能打控的投資風險 浸淫資本市場十餘年 他對A股機乎不感興趣 這亦是連H香港證券分析師對本部記者表達的觀點 由於投資者中機構投資者為主 小盤股流動性較差 承擔流動性折的 此外 小盤股機構研究覆蓋較少 港股又有諸多衍生品為希望以小博大的投資者提供工具 中金公司分析師黃漢豐如是說 以上諸多原因使得港股大盤股一直相對小盤股具有估值日價 各行業龍頭股相對於小盤股的估值始終穩定在較高水平 僅從內資企業在港股的估值表現來看 據Wint統計 港股內資企業市盈率中位數為15倍 有166家內資企業市盈率在10倍以下 佔比20.22% 209家公司在10至20倍市盈率 佔比25.46% 佔老張看來 在活港通開通之前 他從不認為H股會受A股波動影響 直到今年4月-7月 港股的暴漲暴跌讓其改觀 而兩次的內因皆為內資對港股內資企業的炒作 港股向來表現狠平 增炒數市盈率不到11倍 去年年底A股開始發力 主版市盈率已經20倍創業版100倍 增炒數才剛好突破11倍 A股牛市與香港市場沒有太大關係 但4月暴漲主要是內資爆炒港A股 7月暴跌也是由於內資股下跌 港股內資市盈率中位數15倍 港股向來市全球市場的估值挖地 以內資企業為例 據Wint不完全統計 港股共有821家內地企業 其中 材料行業居多 共有111家 其次為資本貨物類86家 房地產行業 內容消費品行業各有85家內資公司 市盈率方面 四家公司市盈率上千倍 分別為百寧達國際控股市盈率為1950倍 小南國1830倍 中國投融資1344倍 泰寧醫藥1195倍 此外 市盈率較高的公司集中在資本貨物板塊 材料板塊 內容消費品板塊 房地產板塊 軟件與服務板塊 具體道數值分布內看 港股市盈率中位數為15倍 港股絕大部分公司市盈率在20倍以下 據Wint統計 市盈率在10倍以下的上市內資企業共有166家 佔比20.22% 市盈率在10至20倍有209家公司 佔比25.46% 50倍至100倍的僅有27家 100至1000倍之間僅有43家 國金證圈分析師徐偉表示 港股市場的大盤股的估值比小盤股略貴一點 但是 A股小股票的估值要系統性地高出大盤股 並且兩者的落差非常地顯著 從市場定價的結果想看到 港股市場大股票有估值日價 小股票明顯不受資金關注 A股則相反 小股票廣受追捧 大股票存在折價 在市值方面 截至7月16日 能源板塊如銀行板塊股票市值排在前列 中國石油股份以 43983億元排名 第一 中國移動 工商銀行分別以 4092億元 22762億元排名 3 中金公司分析師王漢峰表示 香港中資股與 A股的市值結構呈現類似特徵 即以行業市值佔比計 固定資產投資相關的老經濟行業 包括金融、能源、原材料、工業、工用事業 國有企業佔比較高 而消費相關的新經濟行業 民營公司佔比較低 這與歷史上中國優先國有企業上市 支持投資增長有關 港股投資者更愛大盤股與分紅股由於投資者結構的不同 導致目前A股與H股的投資氛圍也不一樣 據了解 港股投資者以機構投資者為主 而且主要為海外的機構投資者 老張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解釋了港股目前主要投資偏向 第一類是海外投行 他們往往選擇市值在200億以上 流通性充足的股票 這類股票業績不錯 派息率很高 第二類是內地投資機構的香港分公司 他們會在資產池中配置港股 第三類為個人投資者 他們通過互港通渠道向港股進行投資 這些人一般只投紅籌股 國企股 這類股票公司都在內地 內地投資者比較熟悉 對於內地投資機構的投資偏向 香港一名證券分析師 告訴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 致活港通開通以來 基金追蹤標的為港交所的大盤股 因為有穩定回報 小盤股 隨時散戶更為關注的標的 這些股票往往會被疫炒 國金證券分析師徐偉表示 海外的機構投資者的巧合期限比較長 更加注重流動性和安全性 他們的目標是保障安全的情況下獲得適度超越市場平均的收益即可 港股市場的博弱環境更加兇險 使得投資者必須依賴於企業的價值判斷來形成安全編制 更多的是在一個相對較長的週期中 獲取企業經營改善帶來的增值 主要通過盈利的變化實現 港股投資者可能會花很大的精力去研究清楚一家公司的基本面 然後內心地等待公司基本面的驗證 徐偉表示 黃漢鋒也表示 香港投資者更傾向價值投資 香港市場價值股能大幅跑贏成長股 此外 香港投資者更偏好高分紅股票 A股市場投機氣氛較重廣比較病 這除了與個人投資者佔比較大有關之外 與歷史上上市公司對分紅並不重視也有關 再講股市場 雖然無硬性要求 但企業分紅主動性更高 近二十年來企業類計分紅總額高於市場融資總額 此外 其表示 兩地市場投資者對新經濟股票追捧業度並不同 香港中資股中新經濟板塊交易額的變化 基本與板塊市值的變化同步 這可能是由於機構投資者佔主導的港股市場 資金在板塊間的配置可能更加穩健 內地客投資邏輯漸影響港股進管路將認為 H股不會出現爆炒局面 但今年三月以來 港股經歷的暴漲暴跌 讓其改變了這一觀點 至三月二十五日以來 爭炒數一路高歌 從二萬四千五百三十八點三四點猛漲 在四月底達到最高點二萬八千五百八十八點五二點 其中在四月八日、九日、十三日 分別大漲百分之三點八百分之二點七百分之二點七三 隨即在六月底起 與A股暴跌之時 爭炒數亦開始跳水 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六日、七月八日跌幅最大 分別下跌百分之二點六一百分之三點一百百分之五點八四 在七月八日跳到冰點二萬三千五百一十六點五六點 四月初暴漲那幾天 號稱為港股暴跌 例如國美電器、廈門廣霧 它們也就三五天暴漲 這一波漲完就血材料 上述之心港股投資者老張表示 據了解,國美電器從四月一日連漲六天 從一點一零九元飆漲至二點四六百元 隨後連續四天大跌 廈門廣霧亦是相處的走向 從四月一日二點一六元上漲到十四日的五點六五元 這聲港股其實都是內地投資者炒起來的 它們按照內地 A股邏輯去炒 操作很瘋狂 港股沒有漲別停板限制 可以迅速拉升好幾倍 老張談到 據了解 刺激港股大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內地資金跑步進場 四月八 九日港股通額到備用完 這是自護港通開通後首次出現的情況 四月初的港股最為瘋狂 例如北大青鳥環宇 內支進場前指示七無九 進場後就拉到三快多 內支一撤走 北大青鳥環宇在七月八日跌的最慘 直接跌回七無淺 在老張看來 北大青鳥環宇業績一般 但股價的走向體現出內支看照 A股的炒作邏輯 這種A股的炒作邏輯就是指看概念 所述版塊 北看基本面 往往這些股票是外支投行不參與的 外支參與的是有業績支撐的大盤股 即使沒有業績只能 也會看其身份地位 例如中國鋁業 公司年年虧損 但是它是外支投資機構配置股票 因為中國鋁業是有色板塊的龍頭股 老張告訴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對於H股的暴跌 國金證券分析師認為實質性因素 是A股市場的下跌 A股最近的糟糕表現影響了投資者對於中資個股的信心 其後應逐步傳遞到了港股市場 A股持續下跌引起的中資殺跌和內地投資者資金流出 從當日下跌的主要癡成份股和全港股來看 中資股市下跌主要推動力量 上述香港證券分析師表示 過去人們常常談論R差價 同一個公司在A股上將H股股價也應該有所反應 我們從這幾個月觀察到有新內資企業基本面並不好 但在四月暴漲時上漲了將近百分之八十 我個人認為港股內資企業在這次暴跌中算是去掉了水分 差價是由水分引起的 而不是公司靠真正基本面做好的 據了解 目前額股價差處於高位 根據Went統計 目前額股入價指數平均值為196% 其中石塊油腹 洛陽玻璃 洛陽木葉 山東麥龍 廣氣集團 中海集運 重獻鋼鐵 上海電器 東北電器 廣州媒業十家公司的港股入價指數均超過300% 編輯鄭勝 衝生物 隱藤 東北電器 大人 西洋 東北電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